牛排煎得滋滋作響 香味似意 牛排店常见的沙朗牛排 就是牛的后腰脊肉 同样有典故 相传因为英国国王查理二世 每次吃到后腰肉的时候 心情都大好 因此把腰肉灌上侧风骑士的Sir 成为了Sir Rowan 翻译过来就成了沙朗牛排 至于高档料理威林顿牛排 名称也来自英国 19世纪威林顿公爵打败了拿破仑 庆功宴上主厨特地以威林顿 来为这道料理命名 因此得名 就连每天早餐好伙伴三明治 原来也真有其人 由三明治伯爵他所发明的 为了能够边打牌边吃东西 所以他们就发明了用吐司 然后夹着肉夹着起司 然后把它切成三角形的样子 此外甜滋滋的水果释迦 也因为外形神似释迦摩尼 头上的肉迹因此得名 食物名字大有来头 下次可别说只认识东坡肉了 记得成功来成真吗 台中报导